贫尿连部与下肢水肿好几个月 近来更出现头晕症状 让48岁的张女士觉得好困扰 担心肾脏有问题赶紧就医 检查后发现她的常规尿液检查与肾功能正常 但血纳偏低 怀疑是喝水过多造成的水中毒症 她说她一天会尿20次 而且会觉得视之无力 那离止正常值是135到145 那一旦我们帮她确定了病因 她的治疗其实相对简单 就是立即停止过度的喝水 同时请她吃咸一点 补充一点盐巴氯化纳 数字会说话 回诊检视患者的排尿日记 发现患者每一天喝水量 近多达6880到7280cc 一天的尿量也高达了6800到7700 远远超过正常数值 医师提醒 其实正常人每一天喝水 大约1500cc 就已经足够 其实大部分的饮料主要都是水 像一杯咖啡 百分之97 98应该都是水分 那只是我们建议说 你不要所有的水分都是饮料 比如说你喝很浓的茶 喝很浓的咖啡 这样不好 你还是要适量的一些水分 要知道自己的喝水量 到底够不够 除了记录排尿量 专家建议也可以观察尿液颜色 若喝水量适当 尿液会呈现淡黄色清澈状 若出现生黄或是清淡乳水 就是喝水不足或是过多 另外也不能等到口渴才喝水 要主动补充水分与电解质 必须喝到有足够的尿液产生 否则就会出现脱水现象 危害身体健康 记者不猜用台北采访报导